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我是陳舒賢 我是缺領太 在今天台北股市部分 延續過去的掌聲力道 目前為止的話 又是一個上升90多點 甚至盤中一度突破 100多點這樣的情況 那麼在指數部分 突破8300點整數關卡 而行情到這邊收復了8300 接下來該怎麼觀察呢 好 那麼台股很精彩 全世界也剛好是在做一個 反彈的一個架構 那我們的看法是 投資朋友你不用急 我一直跟投資朋友講說 怕沒錢而已 你怕沒股票好買 那這個策略到現在 全世界的變化到底怎麼樣 等一下我們會從國際股市 幾個角度來跟大家講 我先跟大家下一個結論 未來三天 如果國際股市沒有拉回 譬如說這個當然我可以講很多東西給大家了解 大家了解 未來三天就很重要 因為這一次的反彈裡面 譬如說我們之前跟大家講的油價 油價也彈上來了 油價之前的空頭 但是如果我們仔細看一下 日元 卻沒有明顯的貶值 你看還在114嘛 那這兩天都在114 113 你說日股彈上來比較多 那當然是跌過年之前跌很深 那所有的 幾乎所有的市場 都已經來到了 幾乎所有的市場上都已經來到了 我們過年前那個位置 待會你看就知道了 那這個關卡一旦過的話 當然我說過這還是長線大空頭 只不過它整理期啊 這還會再拉長一點 那當然就有所謂的策略 所以我也跟大家講說 關鍵時刻危機還沒化解 等一下我們再從各個角度來跟大家看 大家就比較清楚了 那有些股票好像 我說這個股票輪來輪去 輪來輪去 譬如說我們講生計 生計就在浩鼎嘛 那浩鼎今天光上漲停板 那我也跟大家提到說 浩鼎以它的 浩鼎它是上股本不到20億 17億左右而已 那這個股票你現在拉一拉 那如果解盲呢 現在拉一定認為它解盲成功嘛 而且解盲會成功 但是浩鼎以它現在700多塊的股價 這個市值相當的大 這個市值很大 這個是在全世界 在這個浩鼎這個 這個市值大概在全世界 那個純粹新藥大 除了那個輝瑞那一些例外 比較特定的大廠 它已經在全世界這種小單一啦 單一只做那種特定的幾個新藥 一般的藥廠大廠都做 都滿滿都是新藥 你看那個輝瑞啊什麼的藥 都做很多的藥的 那純粹單一研究一個 這個新藥這種中小型物 單一的癌症啊 這一兩個新藥的話 這種啊 這市值已經相當相當大了 它的市值已經過大了 這樣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懂 就是說它的股價太高了 那所以我說為什麼跟大家講 還有三個營業日 還有三個營業日 這三個營業日就是明天禮拜五 下個禮拜一禮拜二 這三個營業日 國際股市的表現 還有呢 耗鼎解盲之後 大家對於生技股的看法 畢竟美國的生技股是跌掉四成 全世界的生技股是出現大跌的 當然跌生就再反彈 所以我跟大家講說 大家不用急 這個 這個常見大多頭沒有改變 只不過接下來它反彈的時間點 會延長到什麼時候 這是我們現在要討論 所以我今天開場白就跟大家說 你不用怕沒高票好買 今天沒錢而已 我們會再做調整 譬如說我們等一下講 蘋果如果來到100塊 那我們之前的空的蘋果大貨全盛 慢慢回補掉 該怎麼樣我們會做下個動作 但是我要提到一件事 未來三年如果國際股市還是不怎麼樣 那可能有拉回的疑慮 這是我們觀察重點 股票市場上跌生的就會反彈 中長線的空頭並沒有改變 我們從國際股市的一些技術面來看的話 都是如此的 跌生的就會反彈 只不過遇到這個油價也彈上來了 日元又有一點回扁的現象 那這個地方策略 可以略做一下修正 但是你不要急 我再講一遍 中長空的架構並沒有改變 那我們再從台股的技術面來看的話 待會下降那個線剛好突破了一些 那突破要確立也要三天 所以未來三天對於 台股跟全世界股市 都是相當重要的關鍵點 好這個好像收盤了 好像是要彈上來了 因為台積電收高 好那麻煩這個收盤 來看一下收盤數字了 對 收盤的話上場的100點 剛好就是大漲的100點之多 來到8314點 倒是量的部分來到940億元 我們先休息一下了 再回到節目現場 專業讓華信投顧總能發掘潛力投資 二十多年來華信致力於更高的目標 更深遠的眼光 為客戶發掘更優質的投資機會 支付專線 02-2392-3988 2392-3988 大漲衰老要正早 極品綠寶藻金王 阿路三尼 深年深減 最佳選擇阿路三尼 讓地球最快樂 炎黃衰老要正早 極品綠寶藻金王 冬禮割金門 等您来探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矿石 不不不用看 不是气派 不不不小听 不是草莓甜通 就就就别提 后年心中想生气 学高甜通帮你找好 矿石 气派 草莓真爱 好 马上来看一下台北股市最后的收盘行情 结果收盘上涨了100点之多 倒是来到8,314点之外 量是940亿元 那么鼎盖兄 接着您的观察当中的话 还有哪些特别流行的重点 除了今天的日本股市 现在还有点小作为 因为日本股市跌太深 等一下你看就知道了 那亚洲股市 大概韩股也是回到那个 就是我们红盘 这个封关之前那个价位 韩国之前在这个封关的时候 它跌很重 几乎看去年8月的股债位置 大家都相对回到这个高点 那这个到底 所以我们就当 如果以国际股市来看的话 就当这一段 我们新春这段时间 是没有开盘的 就回到那个位置 当然台股比较强 那台股的基本面是 是我们跟大家讲这些国家当中最差的 因为我们的GDP都很差 这个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观念是大家很习惯 就是说认为GDP不好 反而没关系 这个到将来一定会破功 所以我说长线的大空头并没有改变 那关键就在未来的三天左右 国际股市怎么走 我们来看一下 那国际股市昨天 这个道琼继续反弹 道琼继续反弹 那最主要是 道琼运输指数最近 先反弹上来了 所以这个也是 这个我是给大家 这是道琼工业指数的领先 他先破 破了之后呢 他在封关之前 我们封关之前就跌破了 去年的 去年几个位置了 那之后 你看到S&P500 那斯达克都破了 去年股债的位置 都很合理的 只有道琼没破 只有道琼没破 那么一样 这个国际股市在反弹 不过这里面有几个现象 第一个 你看到日元 到现在这个时间点 日元还是在113.9 到114 它并没有变化 也说 封关之前的 日本的负利率 让日元 回扁到121 那么封关的 这个过程当中 日元 回升到110 回到110 所以他弹上来 他并没有弹多档 可见这个隐忧仍然是存在 他证明这个负利率 是失败的 当然昨天美股 这几天美股上涨 除了油价的关系 联主会认为不太对劲 我们是不是要暂停 珍惜等等之类的 都是上上讨论的 所以如果 未来几天 美股没有大幅回撤 这个波段行情 有机会拉到 待会跟大家讲 看这个道琼图形 他就可能再做一个头部 时间可能要拖到 三月中旬过后 联主会的利率会议 那时候你可以做短多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其他人再看 这个公债利率也没有很大的变化 就是说这个 避险当还是在里面 去买这个公债 黄金也还在1200块左右 这些都是 比如说避险的策略 并没有除去 你看那个恐慌指数还在22 其实美国股市这几天大涨 它也都是22到25之间绕来绕去而已 它的变化也没有很大 可见这个市场上 以国际股市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定位是跌得很深 因为破了底的反弹 那跌深的一定会反弹 所以我们刚才说 从这个架构来看 包括昨天这一两天的 美国的生计股都3% 5% 这反弹 反弹接近10% 你看那个美国生计股反弹10% 可是美国生计股到底 到底情况怎么样 等一下你看图形就知道了 我只是要跟大家讲 你现在不用急 我还是那句话 怕没钱而已 别怕没股票 好 这是国际股市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再来看个股 你不用急 苹果98.1 我的苹概股的空单都还在爆 还在爆 郁金光 6176瑞宜 陈宏 陈宏今天还跌了5% 那一样 它必须来到100块以上 所以3天之内 它能不能顺利来到100块 反映它 推了什么iPad的 或者这个新的产品 什么之类的 好 我们那就要看看它 因为它跌到三成 这个苹果股价 我们今天也有印 你不用急 我们再来看看 美光也是大幅反弹 可是美光跌得非常重 特斯拉 特斯拉涨了8.7% 你不要忘了 它8.7% 收在168 它过年前 是在180几 那过年的这段风光 它跌到140几 那反弹 它跌生了在反弹 这是我跟大家讲的 所以大家不用急 包括我跟大家讲 Skywalk 这几天反弹的 它快要10% 但是你不要忘了 过年的风光 它跌了快两成 这个东西 我还是强调 现在这个关键点 就在未来的三天左右 所以呢 我们必须 很冷静的来看看 这个行情 我们先看加钱指数 加钱指数 我今天下的标语是 只怕没钱 不怕没股票买 你看我这几天 一直跟大家讲 它就在这个轨道线上 刚好今天微破 你可以稍微照近一点 没关系 这加钱指数 微破 微微的突破 是要上去呢 因为这个是连接 这个1014点下来的 下降轨道线 那当初呢 当然这个能够 有这一条线的原因 是因为这一个马锡会 我们 我再强调的是 我们是在这地方空的 是在这地方空的 你看就知道 接近一万点多点 接近一万点 9800点空的 那就在这边空的 然后你不管怎么样 你几个轮回 还是这样子 尤其你说老师 有些股票创新高 我说过 全世界影响最大的 就是苹果 你看这个TPK 今天收盘 我来不及印了 今天收盘还跌5% 你说从 我从220几块 叫你空 空到现在 最低来到55块 今天也是 大概六七十块左右而已 这个跌这么重 要不要反弹 当然要 这是我跟大家讲说 我们对于这个市场上 当然有些股票 包括你看那个太阳能 每天大家都在讲 大家都在讲太阳能 太阳能昨天报价 已经不涨了 昨天礼拜三的报价 已经不涨了 大家都在讲太阳能 可是真的太阳能 这两个月你有没有赚到钱 你要想一下 根本都是在 涨上来就拉回 跌下来就弹上来 就在那边绕来绕去而已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说 这一条下降取势线 你能不能冲上来 在这个地方三天 因为今天过了 今天微微过了 这个也是 照理说 你真的是要过 过这个地方 才甚至是长线 W底的行程 我说它并不容易 那如果过的话呢 如果一旦突破的话 它时间会比较久 时间会比较久 如果未来几天 它就下来了 那又另当别论了 可见它只是来测试而已 测试而已 那特别我们就要来谈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个行情 我们先从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稻穷来看 稻穷最后再看好了 因为它是最重要的关键 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说 稻穷运输指数 已经早就弹上来了 弹上来了 但是因为它率先破底 我们把稻穷运输指数 拿给大家看 大家给大家看 大家就知道了 来看一下 因为它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 稻穷运输指数早在 2021年1月中旬 就破了 它破得很深 去年8月的股灾在这里 稻穷运输指数 它早就破了 早就破了 所以因为它破 所以 这种代表性的股票 S&P500破是很合理的 很合理的 那因为它过年之前 它没有破 它没有破 它并没有再破 所以它也在反弹 那这反弹的话 我们用两个情况来看 稻穷运输指数先涨上来 所以稻穷没有破 很意外 我觉得很意外 因为它要去破台队 因为S&P500破了 这个S&P500破了 而且S&P500破得很彻底 去年股灾在这边 有没有 这个股灾 这个都快要破了 那今年1月份就破了一次 后来又再破一次 破了两三次 可以说这边跌破了两三次 股灾在这边 这个就是台北股市7202点的位置 那我们再来看 从技术面来看 这是一个大头部 朋友 这是两年来的大头部 接近两年来的大头部 一旦破的话 当然会反弹 会反弹 那反弹可能就来到这附近 再做一个 这个关卡再做一个右肩 你看这个头部是这样子 标准普合500是全世界注意的焦点 比稻穷更重要 那我们照近一点 老婆们照近一点 这个东西来到这里 所以关卡 未来三天 他能不能去探这一个点 能不能去探这一个点 这很重要 头部这很重要 他探到这边 当然这里就有一点 WD的现象 能不能去探这个点 那如果来探这一点过的话 他就确定要来到这个附近 形成一个这样子 这样大家有听懂吧 头部你要注意 因为但是 但是一旦他突破这里的话呢 他这一段时间会拉得比较长 拉得比较长 全世界股市要再大跌就不容易 短时间 因为长线大空头出现了嘛 你看 这是个大头部 你以大头部来到这里 它是个大头部 而且他跌破这里的话是 跌破这里 这是两年来的大头部 这是两年来的大头部 你不能否认这是 这是过去这七年的国际股市当中 过去涨了七年了 没有这种现象 是过去这一年 将近七八个月 把这个两年的大头部 整个都跌破了 当然会反弹 当然会反弹 这个是没有错的 好 这个我们先 先把这个收盘的指数 跟大家提一下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最后期这里的收盘部分 收盘 台股指数方面 上涨94点 台股在1.15个百分点 再来看到在电子指数的部分的话 上涨了4.4大点 台股在1.34个百分点 所以在金融指数部分 则是上涨了13.2大点 台股达到1.47个百分点 金融指数部分还是相对强 在摩台指数方面 台股达到1.19个百分点 上涨了3.6大点 好 我们刚才这个 现在这个时间 我们看到 那个日本股市也在拉回 刚才涨了3% 现在又回涨大概1%左右了 那么日元又来到113.9 这个我说 你坦得快 但是未来几天就很重要 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提到 这个叫S&P500指数 我一直强调S&P500指数 那你说我们再回过来看道琼 道琼就比较强了 道琼当然就比较强了 所以我说未来三天是关键 有没有 它一样 你看 它唯一比S&P500指数 它这里没有破 就是15370这个没有破 但是 我说过 因为这个道琼比较特殊 因为道琼成分股只有30档而已 它涵盖性的范围很小 那S&P500是500档 500档 这个已经跌破了两年来的大头部 你说跌破大头部 这是两年来你看这个都关卡都破了嘛 你从这边画一条线就知道它都破了 破了之后一定弹 那弹就在于过它弹的空间有多少 如果它是弹过这一个点 弹过这一个点 那它就要拉到这附近来做一个 另外再做一个这样子 再做一个这样下来的三尊头 如果它没有办法弹过点的话 那这个就是弱势的反弹 它很快就下来了 那这些都还会再破 那这些都还在破 那当然道琼要看道琼 道琼这个 道琼能不能有所支撑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这个 纳斯达克 我们看一下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我也有印 来看一下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也是一样 跌破了骨灾的位置 它也是来探两年的头部 一样 那我们再把纳斯达克照近一点 纳斯达克你会发现说 它也来到这里 那也是这一个关键点 那这个如果破的话 一样 它也会来到这附近 再做一个这样的形状 从来我再讲一遍 你看这一个 所以说以国际股市的标准来看的话 我们拉远好了 这么大的头部 它破了这一次破 这一次再破 不断的破 所以它的力道是越来越弱 多头的力道是越来越弱 这一次破 这个破即拉 有没有 没有过高点 再破一次 这是标准的大空头的一个技术现行 我再讲一遍 所以你以 以现在的外在环境跟技术面 包括台北股市的外在环境 包括我们的GDP 投资票 台北股市是不是能够 再回到万点 能够回到万点 这是一个很大的疑虑 这里万点 至少这里万点台北股市的GDP 都还有3.4 3.8 现在是1.4不到 1.4 1.7 1.47而已 主机处说的 所以关键时间点 你不要做错了 就然后跟大家讲 未来三天关键 那关键说 他像这个 那斯达克 有没有办法回到这一个上头 他如果没有办法回到这个上头的话 他回来的速度就快了 他以这个头部就做得很短 这是做得很短 可是他一到回到这上头 他时间就拉长 他会拉长到 时间拉长 这个拉长可能要到3月底 3月中旬过后 联主会利率会议看怎么样 但是你说以现在的环境 要让这个东西 一路大涨来破这个点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投资朋友你想也知道 因为他已经形成熊市了 他跌破的时间 跌破已经跌破了 跌破了这个两成了 是属于熊市了 再来看看 再来看看 NBI生计指数 有没有反弹 有反弹快10% 不要忘了他跌了四成 大家对于反弹这个5% 10%一定要搞清楚 再讲一遍 100块的股票跌到50块 是五成 可是50块涨到100块 要涨一倍 这样我们听懂 所以你不要说反弹5% 10%好像很猛 错 那个价是不一样的 价是不一样的 NBI指数也是把两年 大头部都破了 一跌就四成 这个都要注意 这个 我跟大家讲 未来的几天是很重要的 关键的原因在这边 然后再来看看 这个是上阵就不用讲 因为上阵跌掉五成 跌了五成 他也刚好来到这里 所以今天上阵的气势就弱了 今天尾盘过后的 这个日本股市 气势也慢慢转弱了 这个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因为他反弹 他也反弹 因为他也破 他也破了反弹 他最弱 他是最弱的 他是最弱的 好我们再来看日本 日本股市今天就涨了 现在看来 涨了好像 涨了这个300多点 现在涨了300多点 那上阵指数 升级城市已经翻黑了 上阵指数快要翻黑了 你看一下我讲的 日本股市跌很重 你事实上大家 他负利率在这边 大家都已经回到这附近了 他还没有所以他今天还是会反弹 但是这个地方不容易 我上次跟大家讲17 17800不会过嘛 果然没有过 负利率之后 弹账还没有过 那现在这个关卡会不会过 那这个跟这个有关系 跟日元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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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日元呢 能不能回到116 要回到很快就回到了 三天之内没有来到116 或者115以上的话就挂了 又挂了注意喔 那德国股市也是大头部 他还跌了 跌了二层多了 两层快到三层了 这么大头 两年的大头部都不容易过关 所以他也能反弹 反弹 大概在这附近的话 如果弹到这个地方 就是说三天之内 他在纵长上来之后 形成一个 他头部 形成一个格局出来的话 他才有机会 怎么样 把时间再拉长 所以 出备我们再看这些 這是德國 你看這一些 不要忘了 這一些都是大頭部 他做了 漲了七年 你叫他在 這個一年半載 馬上結束 是不可能的 他一定有一個 頭部的現象 我們當然講說 做頭做頭 所以我希望 透過這裡來跟大家講說 股票市場上 大家不用急 未來三天 是國際股市的關鍵點 那至於呢 我的平概股 為什麼 我的平概股 為什麼空單 譬如說陳宏 陳宏今天跌5% 大家都漲 陳宏今天跌5% 就在看這個 這個叫蘋果 蘋果跌到 跌了三成 這標準的 跌兩成 大家市場中就是空投 跌了三成 那這個是 這個去年8月份 急跌之後 他快速反彈 那又經過了 大概幾個月 大概大半年之後 有沒有 這個三四個月 他又在那邊做 在那邊震盪 那昨天有反彈 98 那這個 這個關卡要過 這100要過 第一個100要過 第二個92不能破 他如果過了100塊的話 我的建議 我們這些空單有沒有 那這個我們就會回補了 我們是空在這裡 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空在這裡 如果100沒有過的話 當然就可以續報 這個表示說他有疑慮 你空在這裡 已經大大幅四成五成的 獲利是不用管他了 是不用管他 我還是 像TPK也是一樣 240220的這個空單 你擔心什麼 這一定是有一個架構在的 他今天又跌5% 今天又跌5% 我們就是要跟大家講 瑞儀 玉金光也都是這個模式 我特別就是要跟大家講這個 就是說重要關鍵點 投資朋友也許你會認為說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這個 不趕快做多呢 我還是那一句 怕沒錢而已 不用怕沒股票 我們再來看看指數 指數當然 如果你存以操作指數的話 投資朋友 你存以操作指數的角度來看的話 當然指數不能用日線 我們這個個股指數 各國都可以用中長空來看待 可是指數是很短的 指數是很短的 這是我們波段設計的指數 這是我們波段設計的指數 未來三天 因為它現在面臨到什麼 這是一個多方 這是幾月十號 幫我們照到這邊來 台股的指數 這是1月22號 有沒有看到 1月22號附近的番多 你自己想 1月22號是在7700左右 7700左右 一路拉到這裡 短線過年之前 剛好壓回 那過完年之後又來了 過完年之後又來了 過年之前是拉回的 過完年直接就上了 又漲了幾天 那這是比較穩定的 那極短線的指數的話 這一兩天剛好也面臨到 高檔的一些很奧妙的玄機 你看 你看 這是極短線15分鐘或者10分鐘 你看一下 這個叫做大戶操盤指標系統 我們照到這邊來 已經看到已經有一點 有一點是供不上去的 一定有一點供不上去的 大家都知道 這是我跟大家講的 你整體的架構 它最後這個10幾分鐘 都在這邊繞 就這個今天 今天開盤最高點 實際上是沒有漲的 今天開盤就在這附近了嘛 實際上是根本沒什麼漲到的 沒什麼漲到的 所以這個地方 也看到已經慢慢有 有黑框框出現了 那今天尾盤也有看到 黑框框出現了 所以短線未來兩三天 是全世界金融商品市場最大的變化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 你謀定而厚動 不用急 答案很快就出來了 該做多 我會帶著你做多 那該叫你賣股票 該你去做空的話 我們也會在未來兩三天 告訴你正確的方向在哪裡 謝謝大家 好的 非常謝謝鼎泰兄 鼎泰兄也是提供給大家 這段時間的話 進入這轉移性的關鍵 這個行情會不會持續 連續的強漲 那麼這個時候的話 會不會出現轉移性的變化 都是您特別必須要關注到的重點 感謝您收看 我們明天再會 楊兄 謝謝